第九题的习题 施求下列个方程式的解 第一小题 2的x-1次方等于16 那16是等于2的几次方 224 4 4 16 所以呢它总共有几个2 16呢是4乘以4 那每一个4又可以拆成2乘以2 对不对 所以我总共有4个2 所以呢指数的地方相同 所以x等于多少 x-1等于4 所以x的部分呢就等于5 好第二题 3分之1的x次方会等于27 那27就跟3有关系嘛 所以它是3的几次方 9327 所以333 所以呢就等于3的3次方 好那3分之1 括号x的话呢怎么办 我们处理一下吧 3分之1就是3的-1次方 负1次方 带上外面的这个x 所以是3的负x次方 好所以次方的地方相等 负x等于3 x呢就等于负3 好那这里 我想到了前面有一题 我出了一个谜题 那可能同学呢是跳着看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重复一下吧 我们要猜什么 对就是猜这个3的3次方 我们要猜一句话 那你有空可以想想哦 答案呢 我们会在后面的某一个题目当中 我想到的时候 我就会来公布答案了 好第三个小题 8的x次方等于2 好8的部分呢 跟2有什么关系 8就是2的3次方 好再带上原本的x次方 所以就变2的3x次方 等于2的1次方 所以3x等于1 x呢就等于3分之1 第四小题 4分之3括号x次方 等于3分之4括号2次方 括号里面的数你可以看到 4分之3跟3分之4呢 是导数 好所以它们两个呢 就是插在一个次方的 负1次方这样子 那我们是要改4分之3 还是要改3分之4 以x不变为原则 所以我们的4分之3不动 我们来改后面这个部分 把4分之3改成 把这个对不起 把后面的3分之4改成4分之3 那我就需要做什么事情 对 补一个负号给它 这样它才有办法做导数嘛 好那原本的2留着 那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咯 次方就是指数的地方 然后xs呢 就会等于负2 给大家看